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罗崇敬 今天邀请到我们香港最好的朋友 他是刘兰山刘博士 刘博士好 刘博士好 刘老师我们看到孙小雅又出来说话了 他好像很怕人家忘记他的存在 他可别忘了他的任期已经快到了 而且他找什么事情说呢 他找了台海这个中线问题 也就是说他说中国大陆的潜见 突然冒出头而且过了中线 您认为孙小雅说这个废话呢 到底是要干什么 现在我们知道中线早就已经模糊化了 已经没有人在讨论中线问题了 因为我们知道解放军的这个空军 都已经到了24海里外了 那中线早就没意义了 孙小雅他说这话到底是想显现什么呢 刘老师 我们在香港呢就是第一时间觉得这个孙小雅说这话呢 第一可能有他这个甩锅的这个嫌疑 我们知道因为他这个临别秋风 来了这一句 这个不要恐慌 那么要安慰一下这个台湾 不要恐慌 另外又有又不要麻木 就是什么话你都说完了 这个这个就等于欧老师刚才说的就是废话嘛 不要恐慌 那么凭什么不恐慌呢 不要麻木又凭什么不要麻木呢 未来到底又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呢 这个孙小雅你的指导期应该是怎么下呢 其实我觉得呢 我们在香港看这个问题呢 觉得孙小雅恐怕他真的是要背锅 因为实际上目前这个局面 肯定是520这个赖清德这一番台独的自白 这个造成的 那么这个台独的自白为什么他的无人讲话 这个孙小雅放行呢 为什么后面的罗森伯格也放行呢 那最后这个拜登的政府 斯大利文 这个布林肯 要不要找他们去问责呢 我觉得这里边肯定背后呢 还会有很多文章 那么现在孙小雅要做这个 做这番的表示 肯定就是还是要减轻他的这个责任 因为毕竟呢 大家知道原来一直来说呢 就从去年年底 从那个格莱仪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 希望这个麦庆德上来以后 要表示要冻结台独当领 就显示整个美国的台海政策呢 希望台海能够安定 不要惹事 特别不要给拜登这个连任惹事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520讲话以后 大陆方面马上进行了递件A 这样的一个演习 那么大家都知道A既然有A 肯定有B有D有C 就节奏又来了 那么其实这一次的潜舰在台湾海峡的出现 中线的附近出现 其实大家都觉得因为稍微有军事尝试的人都知道 其实台湾海峡很浅 像在那个潜舰出来的地方呢 大概水深是40多米 大家都知道40多米 那么潜舰恐怕在上面的反潜机都几乎可以看到潜舰在水下活动 所以实际上这个地方呢 是不失于一般的这个潜舰的活动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大陆的潜舰要在这里活动 这显然就是要故意露出水面 故意有一种宣誓的这样的一个表示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 我们在节目里边也说过 有A肯定就有B有C有D 其实呢现在就是也是在家庭对赖清德加大军事压力的一个表现 另外在经济方面 大家知道ECFA 其实未来肯定就基本上是要归零了 现在已经停了134项 那么再加上原来的十几项的那个石化的 那么未来还有的 我自己相信大陆方面也是逐步逐步的就会停掉 那么在外交上面 这个大陆方面对赖清德的整个外交的压力肯定也会加大 之前这个台湾方面也说过 是不是外交可能会清零呢 我觉得未来这个呢恐怕也是大陆思考的一个方向 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 未来赖清德的日子一定不好过 他能不能这个安全的到达2026年也是个问题 对于2028年恐怕他就是很难很难去有一个良好的住院了 对我们看到刚才刘老师所提到这个方江国的问题啊 确实台湾呢是从蔡英文以来一直经过到赖清德 是一直不断的滑落 现在恐怕呢连教廷这边也会出问题 那么刘老师您认为教廷已经在北京设的办事处 是不是后面会有更大的动作呢 刘老师 我觉得呢 现在就是等这个大陆方面和教廷的进一步的一个沟通的问题 因为实际上大陆和教廷的关系呢 教廷方面是非常非常积极的和大陆要建立这个外交关系 因为实际上教廷在教廷本身现在所有的这个教徒的这个数量 恐怕还不如这个天主教在大陆的教徒的数量 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大陆有11亿人 而且信奉天主教其实是从清朝这个立马洞传教开始 其实有一个比较的深远的传统 那么但是呢就是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大陆的三自教会 三自教会 大陆的爱国的这个天主教会 跟教廷的关系的问题 那么大家都知道之前有过一个越南的模式 越南的模式就是说越南选定这个主教 就由这个教廷去证明 那么这个模式其实现在大陆已经按照这个模式去执行 所以实际上现在这个大陆方面和教廷建立外交关系 基本上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障碍 就和双方面最后统获内藏内层子内层关系 最后签下这个协议而已 是 那么就看到时候孙小雅 又要出来说哪门子废话了 感谢刘老师 精彩点评 谢谢刘老师 谢谢欧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